为什么这场要讲这件事呢 就是其实这两年 我一直真正想讲只有这件事 我就是好奇 就是喜剧和这个舞台 到底能承载的那个线在哪里 然后当我写到最后的时候 其实对我来说 这个事已经有点不用讲了 我甚至觉得 就是你发生那点事 也没有必要都告诉大家 但你知道比赛我也已经报名了 总说其实自己是挺紧张的 这是我这两年最紧张的 现在也是我最开心的一次 而且我其实很 我为什么在这个顺序 我也是很担心 因为我知道我这个段子 不管有多好笑 我后边那个大哥都没法演了 我就只能在这演 然后也只有这个赛段比较合适 就在这讲了 我觉得杨丽特别聪明 杨丽一直她想 比如关于女性的 然后这次关于生死的 她把最后拉到了这个地方 其实我就建议大家之后 回到自己最想表达的那个领域 我觉得这特别好 我是觉得杨丽有变化 就是以前不管是通过网上的一些 就是刻板的印象也好 或者她脱口秀呈现出的 都觉得她是一个 比较容易有犀利的观点 跟尖锐表达的女生 很永恒感的 但是我今天我觉得她 能感受到她的那个 因为生活的变化带来的一种 包容感 但我反而这么多年 我觉得这是杨丽最勇敢的一段 特别的歌曲 我觉得她今天就突破了 特别难以去碰触的话题 但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 勇敢和观点都不重要 就是这个世界 勇敢和观点可能在其他地方很重要 但是在这个舞台上 就是喜剧最重要 我很喜欢 但总有句话叫说破无读 说破无读 对 但是很难 这个话 这种话说说很容易 我当年就是说 因为我身为一个 不懂脱口秀的资深脱口秀观众 就是那个 是这样 因为我好多年前看脱口秀 我才发现 原来一个人可以用死亡 癌症 然后根本就是 你感觉这个世界上 不能调侃的事情 对 从那一刻我才觉得 原来这个世界上 有跟姚永乐一样 这么有力量的一个东西 之前我还看过 那个也已经去世的 叫什么River 他也说了 他丈夫去世 然后多少年 然后他不敢说 但是因为我们有喜剧的力量 我们有音乐的力量 所以变成了 我们能用这些事情 去化解 去面对这些事情 所以说 这是我才觉得 是真正脱口秀的力量在这儿 就特别了不起 因为大家老骂 然后我们还在 在这个里头 还在说 你给我闭嘴的时候 那我们就再也 什么都说不了了 明白吗 所以我们希望 各位要独独的宽容 能让我们真正的心扉 打开的时候 就是我们可以在台上 开始说我们痛苦的时候 杨丽要被大老师说哭了 我刚才都没哭 你怎么这样 没有没有没有 不认应 明白 人生难得是理解呀